我們回到這個科學新知第二節 以前我們小時候有個說話叫做人頭豬腦 這件事可不可行的呢?人頭豬腦 真正的技術上一個物種裡面 可不可以有另一個物種的腦 我一直覺得有沒有搞錯 沒什麼可能 就算我們不要說腦 先前很久之前說我移植了一個誅心的人 後來都是成功 開始成功了 但是後來慢慢都是搞不定 它不是因為排斥反應 但是純粹就是因為那個 很多時候第二個物種的細胞 是去到另一個物種身上的時候 都不生存得久的 所以一直覺得這件事很匪夷所思 是啊 但是現在好像開始做到了 但是因為在這個自然的雜誌裡面 它就說現在打了一些人體的老細胞 把它放進一隻老鼠那裡 那就很恐怖了 我都覺得現在越搞這些東西就越來越 踩我們的道德底線了 但是Anyway 放進去之後 好像令到老鼠升了一輩子 這樣講 再簡介一下這個研究已經做了些什麼了 其實一直以來都很多這類的跨物種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那些細胞生存到 譬如我們人的老細胞 將它打入那個老鼠的腦那裡 可以生不生存到呢? 其實以往的一些研究我們很清楚就是 是生存到一段比較久的時間 我們首先就要想 一個普通的人腦的老細胞 我們是怎樣拿回來的呢? 其實現在就不用刻意在腦裡抽出來的 你是可以從人的身體上面那些細胞 那些可以是皮膚細胞 可能是來自口腔的 然後就將它還原成為一種幹細胞 然後從幹細胞變回神經細胞出來 我們是可以這樣做的 但是譬如對於其他物種 你要去拿去那些神經元細胞 你不是想直接拿去新鮮的 你也可以譬如說 從老鼠的胚胎幹細胞 去轉換它的神經細胞出來 又可以 其實這個禮拜 《自然期刊》公佈了兩個多厲害的 神經科學的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個禮拜 其實多放一些時間講神經科學 就是應該的 但是我先講了這件事 就是說老鼠的腦裡面多了一塊人腦 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過往一些研究裡面 我們都看得到 如果我們單純去培養一個人腦的老神經細胞 你培養到差不多了 那你就到了一個極限了 所謂培養的意思就是 我放在一張碟上面 然後供給一些養分給它 讓它自己繼續去複製 一路去連結生長 但是到了差不多 它們生到它一陣之後 就是它那種新陳代謝 沒有辦法有效地去維持的 因為你去到有上一大 有上一立體的時候 你就需要一個 循環系統的網絡 來幫它帶走廢物 和供給養分 到了你生得太大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那一大堆的神經細胞 你不會預算自己在實驗室中 種到整個人腦出來 就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因為整個循環系統 我們支援不了 那好了 如果在一個這樣的實驗室培養碟上面 我們培養不了有限 我們可不可以出一出熟 什麼意思呢?就是借助其它物種的循環系統 首先你如果要借助人的循環系統 就沒有人肯和你去做的 這是很大的道德問題 譬如有人跟我說 陳志弘現在我想借你的腦 去幫我拿一些東西 我現在在第二個人培養了 他的那些老神經細胞 就種了一個小腦出來 那個小腦就沒辦法放 又生不住了 不如我將他打進去陳志弘的腦 就由你的腦的循環系統去支援 先拿著他 我當然一夜拆過去 當然不肯 現在他就這樣做 他就做了一堆的人腦神經細胞出來 我們會叫他做Organoid 基本上是一種微器官狀態 他已經有一堆神經元在這裡 OK? 就將這個Organoid 這堆的人腦神經細胞組成的這一堆什麼呢? 就擠進他的老鼠仔的腦子裡 那個是剛出生的老鼠仔 因為他的腦還會繼續發展 其實知道是的 為什麼不可以用成熟的老鼠呢? 因為那些老鼠仔本身 他的腦還在經歷一個發育的階段 他會繼續有新的腦細胞出來 他還有一個很活躍的 腦部循環系統的發展的一個活動在這裡 所以就更加有希望就是 可以駁他 可以去擁抱這個新把進來的 這堆人腦細胞仔 這個人腦仔 看看有沒有機會融合下去 結果在這個星期的自然奇案公佈就是 結果是成功的 都挺恐怖的 而且生存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就是說可以看到這些人的老神經細胞 是透過寄生在這個老鼠的腦裡面 獲得養份、排走廢物 而是生存了一個很長的時間 他可能也說是以月計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到以年計這樣的時間 然後更加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說 他建立了一個方法來證實到 這堆寄生在老鼠腦上面的人腦神經細胞 是在運作中 我們有辦法是跟他 就是測到他是在運作中 這下是最恐怖的 所以為什麼這個研究 就是去到自然奇案的那個level 在以往我們介紹過類似的東西 但是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我們就看到這個這樣的 人腦神經的細胞 是可以跟那堆老鼠的老神經細胞混合 然後大家搏來搏去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現在更加恐怖就是 它可以放在一個活體的老鼠裡面 然後它可以跟隨著一個小老鼠去長大 然後還要是能夠融入到它的腦的循環系統 這個這樣的老鼠 它的腦是真的有一堆在生存活性的 一些人腦細胞在那裡 還要是運作到的 是影響到它的行為 這下才是恐怖的 那你說影響到行為 它不就是升級變成像人那樣聰明? 就這樣說人也有很多白癡行為 是不是一定升級呢? 我不知道 但是它這裏是由什麼反映到 就是說那堆人腦的細胞在這個老鼠裡面 真的在運作著呢? 那它就建立了一個實驗 我也都覺得那個實驗的方法很了不起 那它首先呢 那隻老鼠仔 我就打了一些這樣的人腦細胞進去 它分別找一隻就只是打到左腦裡 有些就由左腦擠一擠 右腦又擠一擠 那基本上都是能夠成功融入到老鼠仔的腦裡面 而且打那個神經元細胞的數量不是一定很小的 因為它都要多到一個地步 你才會認為它對於它的腦 是有一個足夠反映到 在現實層面的影響出來的 那好了 那它們接下來做什麼呢? 它怎麼證實這些老神經細胞是活躍的呢? 那首先你是不是都要做一些MRI的那些東西? 去探索一下 看看它的結構 發覺是融合得非常好 那融合得非常好 就是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那又沒有機會運作到呢? 它融合到 它有溝通 它這個人的那個腦仔 基本上有一塊仔 就是由這個人的腦神經細胞去組成的 它能夠跟那個老鼠的循環系統建立聯繫 就是說它可以拿到養份 排走廢物 OK 那這個是good sign 然後呢 它就將這些實驗的老鼠仔 就是不停地去訓練它 訓練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就是我遞一些水來 它會去喝 當我在某一個盒子遞一些水出來的時候 它就會馬上去訓練它去喝 即是零零碎碎是那個盒 就不是說其它的水源 零碎碎我一彈出來 它就會馬上去喝 這樣訓練它 那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一隻普通老鼠 你都可以訓練到它這樣做 但是你訓練到它這樣做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令到它那個腦有一個很清楚的反應就是 當它的眼睛看到一盒水 它就懂得腦去處理這個信息 然後就發一個信號 來喊回它的身體去喝那盒水 一個這樣的情形 就是說有一個感知和一個運動的神經 都會參與在這個過程的其中 那就由它自己的慾望驅使到 再由腦發這個信號出來喊它去喝水 好了 接下來這個位置就精彩了 原來這堆科學家 它將那堆人腦神經原細胞 是落了一些很獨特的基因改造在裡面 就令到它能夠對於外面配合進去 如果那個神經細胞 一被那個光纖照到那隻光 它就會立即有神經原反應 那這一種這樣的基因 原來就是 這個也是一些諾貝爾級的研究 怎麼可以由這裡這樣下一個這樣的基因資訊 來去令到那個人類的老神經原細胞 有這種獨特的反應呢 但是就是說我賦予了這種功能的時候 就令到我們建立到一種很獨特的測試方法 來去知道老鼠那個腦裡面的人腦神經細胞 又沒有反應 那好了 這個制度就是這樣的 這些人腦神經細胞 就被我預先的program了改造了 一由光纖照一隻光下去 它就會立即發射個信號 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那隻已經訓練到懂得運用那堆老神經細胞 來叫自己去喝水的這些老鼠 現在呢 我不是給他 我就直接 在他的腦那裡用光纖給一個光的訊號 來刺激裡面的那堆人腦神經細胞 令到他發一個訊號出來叫老鼠喝水 如果是成功有效地運作的時候 我應該就會看到 我一開燈 一照那種光進去腦那裡 那個燈不是一個燈泡的 是一條光纖這樣 講得白一點 是一條光纖直接插穿老鼠的頭骨 直接堆進去腦那裡 這樣做法的 而那隻老鼠基本上是清醒的 是任得來堆的 這個也是 我以前有些同學說過 他們基本上就是要這樣做的 你是要練到你懂得怎樣用那支光纖 好像一支針一樣 一下子插穿老鼠的頭 令到那個光纖直接碰到老鼠的腦 令到那個光直接能夠照進去 那個老神經細胞那裡 所以我們要搞得很清楚 那些人腦神經細胞 是打進了老鼠的腦的哪個位置 令到我們那支光纖可以一刺就刺進去 那 好了 一開著那個光纖 那隻老鼠的人腦神經細胞 感受到這個光 就馬上發射神經訊號 接著那種神經訊號 就會以一個老鼠的行為來反映出來 它就會上去那個位置找睡人 然後我們發覺這個反應是存在的 是發覺是能夠做到這樣 證實了就是說 我們不單止能夠訓練到那隻老鼠 運用了我們給它的人腦神經細胞 來幫它做那個指令令它去飲水 而且這個反應不單可以來自老鼠的視覺 就是說如果我去介入這個人腦神經細胞活動 去發射這個信號的時候 我老鼠都會懂得去運水 就由這個實驗手法到那裡 就去告訴大家 就是說我現在放進去這個老鼠腦裡面的 這堆人腦神經細胞是在運作的 所以這個實驗最精彩的位置就是在這裡 但是聽你這麼說 它就是說我們在外面那個訊號 已經和那個老鼠本身是形成一個界面的 是的 這個界面是由我人工是用基因科學的層面 再將這個這樣的中介物 即是一些program的中介物 將它放進那個老鼠腦裡 它又融合了一個老鼠腦裡 然後還可以介入到老鼠本身的運作 甚至乎有跡象體都是連它的感知 就是不只是motor neuron 是連它的sensory neuron都可以有一個反應出來 那你有沒有想過有人會將這種實驗擺在人腦裡 這個具體就不知道 就是如果我訓練到就是說 一開著燈我就不是說自動去喝水喝 一開著燈我就會自動去打劫 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控制一個人的行為 就是在說這樣的東西 就是控制那個人不要殺人還是殺人 就是這類這樣的東西 那其實當然了 那個腦控也不是講到這麼簡單的 就是你去打入哪個部位 融不融合在哪個部位 那件事可以很複雜 但是對於這種喝不喝水的行為 就相對是一種比較簡單的行為 還有對於動物來說就是 它那個腦部各種各個不同的部位 就是那個複雜程度 就比人類低 所以就不是說這麼簡單的容易 還有你要留意就是說 是要經歷過一個很漫長的融合過程 就是我們這次是用到一些 剛剛出生的老鼠仔 它還有很活躍的腦部生長活動 那你才透過它自身的新陳代謝活動 來融合到我外面打進去的腦細胞 那就是好了 你如果想用這種方法去腦控陳士宏 那你就要找回 你要由我寶寶的時候開始做起 這樣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在這個實業來說 但是我們還可以想一個可能性 當然這個是科研小說的情節 但是我們可以這樣想像 就是它現在用光纖 但是將來我們可以不需要用光纖的 是直接用某一種方法可以直接打入你 做了手術 基因改造了那種的神經元 就是你在說那個神經元 是可能對某種電磁波的頻率有反應 是不是 於是那個收音機 就已經implant了在外來的那些間諜神經元 這樣 能不能它做得到呢 那我不敢這樣說 但是理論上是不是可以的呢 這個為什麼我這麼猶豫呢 就是究竟我們那個人腦的神經元細胞 對於哪種電磁波有反應 究竟可以接受到幾闊的頻譜呢 這個我不清楚 光是電磁波來的 對於一些光它有反應 那一點都不奇怪 那這個呢 我就要搞清楚 究竟人腦的神經元 它能夠接收外來的那個電磁波頻譜 那個範圍在哪裡 你要搞得很清楚 原來它是好像我們電視機天使 什麼頻率都接收得很好的 那就大件事了 但是應該也不會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神祖 就很容易被人腦控 很厲害 到現在我們那個腦控 基本上就是透過教育和洗腦去做 就是都不是用電磁波去做的 就是不是用電磁波直接干擾 我們的腦神經細胞去做的 但是我要提提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都糾纏了幾年 就是美國駐古巴的大使館 是 曾經有好幾位外交人員是發覺 突然間的腦部出現了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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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後來發覺就不止只是古巴理事館 後來也有其他地方發現類似的東西 那又變了現在都還是 原因還是很不明 是啊 是啊 那又懷疑是受到一些 電磁波的影響 但是這個就屬於神秘之夜的題目 我們留下神秘之夜才說 我們就在這裏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每一節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 分享留言和按鈴鐺啊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